明月照我心,王爷不知王妃喜欢的是她,不是初恋,她走后她追她,王妃和亲嫁给王爷,王妃会催眠,这催眠可以帮助王爷想起内心深处的记忆,王爷的兄长不想王爷恢复记忆,故意把王妃引到郊外,让她遇到叛军,还要把她和叛军一起烧了,为了追到王爷,王妃讨她欢心,给她做吃的,王爷不承认自己对王妃动心,跟朋友说她只是牵制西越国的棋子, 王妃很伤心,王爷知道了云次是王妃的初恋,说她若恢复记忆,不管是选择自己还是云次,她都会尊重她,王妃听后,眼睛瞬间湿润了,王爷走后,王妃看着她的背影,满事不舍,其实王爷也舍不得王妃,但她以为王妃喜欢的是云次,她说过要尊重她的选择,所以她没挽留她